防彈少年團15號在釜山舉辦了免費演唱會 為當地爭取主辦2023年赤博會拉抬身世 而這也是BTS繼6月宣布 之後將減少團體活動後 7名成員再次合體的表演舞台 演唱會才抽籤制 想要中獎卻非常不容易 一共吸引了10萬粉絲到場支持 今年年底就是最年長的團圓俊 入舞的最後期限 之後想再看到完整體 可能會是在幾年以後 阿咪們帶著BTS應援手燈到場支持 現場也充斥滿滿的防彈子 其中出身福山的團員Jimmy也表示 能在自己的家鄉招待粉絲他感到非常激動 而從粉絲拍下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BTS除了帶來精彩的表演 Jim和救國也在台上抱抱 展現團員們的好感情 之後7位成員也會陸續開始服役或solo 希望很快能再看到 這麼令人感動的畫面哦 我還記得好讀 until 中文字幕委員會 Miguel 李宗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